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01.5亿元 是个发展强劲的新一线城市 那么山东省的城市那么多 哪个最有潜力呢 有人可能会说青岛或者是济南 要知道这两个城市的发展已经是很好了 他们的潜力已经发挥出很多了 最有潜力的城市虽然目前的发展不会太好 但是可以挖掘的力量却很多 这个城市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 它就是临沪市 位于两大经济川的结合点 临沪虽然没有港口 但是离黄海比较近 也具有冰水特色 临沪市内有五条地铁线 覆盖面很广 去教育 医疗和商贸等区域都很方便 这里的国际机场始建于1958年 是该省最早的民用机场 后来经过修整和扩建 现在已经是鲁南地区最大的机场了 在去年的客流量为200.62万人次 总的来说 临沪的交通优势最大 临沪市的GDP为4717.8亿元 虽然跟青岛还有不小的差距 但是增幅很大 而且税收占比为84.7% 是全省的第一名 这里有众多开发区以及工业园区 塑造了20多个知名品牌 这样的数据就是临沪巨大的潜力的体现 照这个石头发展下去 临沪市一定能更上一层楼 这个城市的旅游资源也十分丰富 要知道旅游也是能拉动经济增长的 当地有水城商都 绿色一门和温泉养山等六个旅游板块 每个板块都有多个景区 其中还有一个是国家级的景点 对于临沪这座城市 你还有什么看法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带着李酱和小凯爱们说拜拜啦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希望每一位来过的朋友评论转发以及关注哦